安徽的张晴女婿和她丈夫的婚姻呢 是由她自己的公公一手来撮合的 然而令张晴很伤心的是 就在她刚刚生了孩子不久 公公就离家出走了 而且这一走就是三年 前不久张晴正想说 用家里的一些琐事 来邀请公公能不能回家来 却意外地收到了公公发来的一条短信 正是这条短信 让张晴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做的外畅条件 公公张晴明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长达三年之久 而究竟又是怎样的一条短信 让张晴不知所措 她就说她说要对她母女负责 我看到短信我头就懵了 我说什么母女啊 我想都不敢想 我就打电话给她 她说那个女人生小孩子 说到公公张晴明在外面有孩子的事情 张晴的情绪就格外激动 她怎么都不相信 47岁的公公在外面生个比自己的孙女还小的孩子 她五十岁人做爷爷的了 现在在外面就生小孩 她就跟我一个人讲了 所以我现在就心里就很矛盾 我不知道这是她说还是不说 我就不知道怎样怎样做 张晴的犹豫是因为她并不确定公公所说的这件事是否属实 她不能理解公公这样做 难道就不考虑妻子和子女的感受吗 我小孩做比她小孩大 那说出去就不笑死了 张晴觉得公公离家出走三年之久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这个孩子 但让她更觉得不能理解的是 公公为什么要发短信告诉她这一切呢 公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用意呢 好张晴接到的这条短信的内容 的确令自己很难以接受 那么今天她也很想